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那个《现代中国人物与历史》系列讲座这四讲,今天正是开始。 那么我们这次有幸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韩刚教授,这个是韩老师。 好,我们先一掌声。 我对韩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在海报上面都已经看到了,我想爆料一下。 我在好几年以前听华师大的王斯特老师说,韩刚老师说他不是汉人,他是土家族人。 后来我刚刚又再震慎了一下子,其实呢,韩累得些。 他的这个祖父是苗族人,他的祖母是土家族人。 所以韩刚老师是正宗的少数民族学者,而且是少数民族大学者。 那么韩刚老师呢,因为近期有的时候做一些共和国史的东西,我看了看他的东西了。 我觉得三个特点,一个是言人子所未言,第二个就是言人子所不能言。 比如说,两个凡事的来龙去卖,人家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讲不好,但他能讲。 而且讲的呢,还能够把这个就是尺度控制得很好。 然后呢,就是言人子所不敢言。 比如说,还原话国锋,最初是叫还原话国锋, 后来叫关于华国锋的若敢使使,好像是,在阎黄春旧帐等等。 我在想,这篇东西,一般人是不敢说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带着非常这一个就是, 就仰慕了心情,听韩刚老师来讲。 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人。 今天是那个十二月二十四号,明天是圣诞节, 后天就是我们中国的圣诞,就是毛泽东诞成的日子。 所以呢,在这个日子前夕,我们请韩刚教授给我们讲, 这个三十八年前,毛泽东在想什么。 就是领袖末年,1976年的毛泽东。 我们下面就用热力掌声欢迎。 谢谢复旦马苑,也谢谢杨老师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他刚才那方夸奖让我无地自重。 少数民族是没有错的,但是少数民族的大抉择我可不敢当。 另外呢,今天这个日子和选这么一个题目完全是巧合。 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得说明。 因为前一段十二月份的会议特别多, 那么杨老师早就联系了。 后来几经商量,最后是改到了这个日子。 当然很巧合,确实是个巧合。 不是我故意要安排这么一个时间,讲这么一个题目。 另外呢,很抱歉,今天是平安夜。 平安夜讲这个题目,我也觉得不是很合适。 但是非常抱歉。 那么没有其他时间可安排了, 所以还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选这个题目呢,坦说的说有点夸张。 我今天其实既不是要用一个范式来解读1976年的毛泽东, 那更不是提出一个范式。 我只是就最近我的一个想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做一个互动。 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考证, 可能会有一些分析和推理。 都不是要提出一个什么大问题。 只是就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个争论呢, 谈点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当然我会用史料。 我本人的研究风格也是做实证的。 我是希望能够通过史料来做一些考定, 来论证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推理和分析。 所以抱歉,这个题目可能有些夸张。 因为赵本山的小品说可能有点忽悠。 这个题目也是我偷来的。 就是90年代的时候, 我跟党史研究室的郑谦先生写了一本书。 我写前半部分,他写后半部分。 这本书叫《晚年岁月》。 那他后半部分的最后一章就叫《烈士暮年》。 我把这个题目给偷来了以后, 改了一个叫《领袖暮年》。 1976年的毛泽东。 我们都知道1976年是毛泽东的最后一年了。 那刚才杨老师也说了, 他说到这个, 到底1976年毛泽东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这正是我这个题目想要回答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想从今年的一个争论说起。 就是今年的第四期的《世纪》杂志, 发表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个前研究员李海文, 写了一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是关于毛泽东医生说的两件大事。 那么他针对去年年底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提出了一个质疑。 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的时候说过一段话。 那段话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背的, 就是《人生七十古来西》。 我今年已经83了, 然后大概也应该盖棺论定了。 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那么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引了这段话。 所以李海文教授提出一个质疑, 他说这段话编入《毛泽东年谱》不合适。 不合适的原因我等会儿再介绍。 两个月后, 第七期的《香港领导者》杂志发表了一个独立学者, 叫李汝信写的一篇文章。 他是声援李海文教授的。 他不仅声援了李海文教授, 他甚至有进一步的一个猜测。 他认为毛泽东晚年根本没说过这段话。 这段话完全是社会上传出来了以后。 当局把它作为一个材料, 而且编入了官方正式的读物当中。 所以他根本否认。 所以今年以来有这么一个争论。 当然在网上吵得比较热。 我正是想就这件事情做一个梳理。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梳理, 我也想分析一下毛泽东最后一年他的一些心理。 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一个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这段话, 第一次被官方正式的发表在出版物上, 是2003年的毛泽东传。 我把这个传的这一段拍成了照片给大家看。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说从这年五月起, 这年就是1976年了, 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 身体极度衰弱。 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 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 下面就是这一段话。 他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驻地召见华国锋等, 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那下面就是这段话了。 这段话我不念了。 然后底下有一个注释, 请大家注意这个注释。 这个注释说参见叶剑英,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 那这次讲话呢, 是1977年的3月22号。 毛传这里说, 又一次谈到, 那么一定在这个之前还谈到过。 那毛传里介绍了, 在这个之前, 大概是1972年和1973年的时候, 毛泽东也谈过。 那这个记录, 这个材料啊, 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 一个是他的护士长, 叫吴旭君。 我想很多党史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张一凤。 毛泽东传在这个林彪事件这一章后面, 引用了这两位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吴旭君的谈话记录是这么说的。 说见过尼克松后, 有一天他对我说,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去了。 那另一件事就发动了文革。 吴旭君还说, 你一生做了那么多事, 只有两件。 毛泽东说, 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那这是一次, 这是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还有一个就是张一凤的回忆。 张一凤是说73年, 建尼克松是1972年的2月份。 那73年, 张一凤说, 毛泽东曾经在游泳池, 游泳池是中南海的一个建筑啊, 毛泽东当然不会住在游泳池里面。 他说在游泳池开政治局会议,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 我在场。 也就是说, 毛泽东传实际上是用三条材料证明, 他的晚年做过两件大事。 那么注意, 毛泽东传在引用那段话的时候有一个注释, 叫参见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我呢, 有点个人经验, 我知道一点情况, 毛泽东传最早的稿子没有参见这两个字, 直接就是说, 驻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那这个稿子在征求意见的时候, 他这个稿子只给两个人征求个意见, 整个毛泽东传这个稿子。 一个是已经退下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任, 这个唐文生。 还有一位呢, 就是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 龚玉芝。 那龚玉芝拿到这个稿子以后啊, 因为我, 龚玉芝最后让我帮他做一点这种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 比方说核查资料, 然后做一些核对工作吧。 那他这个稿子的意见他给我看过。 他其中有一条意见, 就是针对书稿里面的这段话提的。 他说, 关于这段话一直找不到荡案原文, 就是没有一个权威的出处。 那现在这么住的话有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啊, 没有用毛泽东的这段话。 就是叶剑英不是这么说的。 叶剑英是怎么说的呢? 我给大家提供叶剑英讲话的原文。 这是叶剑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讲话的, 我所拍的照片。 关于两件大事, 叶剑英是这么说的。 说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 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讲话关于两件大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但是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呢, 却在注视里面说是来自叶剑英的讲话, 显然不对。 所以龚玉知先生提出来, 这样也不对。 怎么办呢? 文献研究室就做了个处理, 就加了两个字, 叫参剑。 参剑两个字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个传出版了以后, 发表了以后, 有很多人对这样一个史料有疑问, 有质疑。 其中就有我前面提到的李海文研究员。 李海文研究员给文献研究室参加毛传写作的作者提了个意见。 他说1993年, 毛泽东诞辰百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电视片, 就叫毛泽东。 其中有一段正好是讲毛泽东说两件大事这一段。 那怎么说的? 就是毛泽东传《原原本本引》的这段话。 当时他正好在华国锋家做采访, 华国锋跟李海文家私交甚好。 李海文在他退休以后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写华国锋传。 那正好这个时候正在电视里播放毛泽东这个电视片。 当时华国锋就非常严肃地跟李海文说, 说这一段电视的情节是错的。 说主席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段话。 那因为这是当事人, 我们都知道毛传里面写的就是毛泽东召见华国锋。 而当事人说毛主席没有跟他说过这段话。 所以李海文很慎重, 就专门把华国锋的这个意见转告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编者。 但是文献研究室呢, 在写毛泽东传的时候并没有这个修改。 也可能是李海文告诉他们晚了, 也可能是文献研究室的编者不采纳,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到了去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传的时候, 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 它是怎么调整的呢? 我也把毛泽东年谱的这个照片提供给大家。 这是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年谱有很重要的修改。 他在关于两件大事的这个条目里面是这么说的。 说六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打倒了蒋介石,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一件事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然后底下有个柱, 转引自1977年3月22号,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这一段转引完全没有错。 的确是从叶剑英讲话来的, 我前面已经给大家提供了照片了。 但是下面有一个柱, 大家注意。 那下面这个柱呢, 就把毛泽东传作为正式史料引用的那段史料啊, 做了一个解释。 没有这个编入年谱的这个正式条文里面, 他是这么说的, 说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 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就是下面那段话。 然后最后说, 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应该说文献研究室在毛泽东年谱的处理上面是比较谨慎。 他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材料引用。 但问题是李海文对这样的处理还是不满意。 不满意在哪呢? 第一, 他引用的这段话, 叶剑英的讲话当中没有说是跟华国锋, 王洪文, 张春桥, 汪东兴的谈话。 但是这里面说的是, 那, 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华国锋, 王洪文, 张春桥, 汪东兴的谈话。 这个是有问题的。 第二, 华国锋明确地说过, 毛泽东没有跟他说过这段话。 可是在年谱里面呢, 仍然是说, 毛泽东是同华国锋谈, 当然也不止华国锋, 所以李海文才写了那篇文章。 那么当然,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独立学者, 自由学者, 于鲁信的声援李海文。 这就是今年啊, 关于毛泽东两件大事谈话的一个争论。 那么毛泽东有没有说过这段话? 和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这段话? 那现在有不同的这个讨论, 不同的争议。 其实呢, 最早在大陆的公开出版物里面, 引用毛泽东, 关于他做两件大事的这段谈话, 并不是毛泽东传, 而是一个军队的学者, 叫王年一。 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党史老师和同学都知道。 王年一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正宫教研史的教授, 他在1989年出版了他的一本书, 叫《大动乱的年代》。 在这本书里面, 他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里面, 引用了毛泽东两件大事的谈话。 我把王年一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 也拍成照片介绍给大家。 这段话我不念了。 但我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他在引用这段话来的时候, 特别谈到, 特别说明这是跟华国锋,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王海龙的谈话。 注意, 他跟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相比, 多了两个人, 又换了一个人。 一个是多了姚文元, 一个是多了江青, 换了一个人呢, 就是把汪东兴换成了王海龙。 这样一来啊, 我们就发现, 毛泽东这两件大事的谈话, 在时间, 谈话对象上面, 就有了更多的说法。 注意, 王年一在这一段材料里面啊, 做了个注。 他这个注是说, 具体毛泽东这段谈话的时间不详。 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76年的1月13号, 一种说法是6月15号。 时间也不一样, 但是王年一没有注, 他这段史料来自于哪儿, 没有出处。 但是实际上, 就我所知, 王年一所引用的, 的确没有权威的根据。 的确是流传已久的, 社会上这个散布的这个材料。 就我所知, 关于这段, 毛泽东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 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就已经传出来了。 就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就传出来了。 那么民间呢, 有很多传抄的这个笔记, 记录。 比方, 比方,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照片。 比方余光远的笔记, 这是我自己拍的。 余光远的笔记本里面就有这段话。 当然余光远的笔记里面, 到底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记的, 我不清楚。 他记的时间呢, 的确有一个1月13号这个日子。 那谈话的对象呢, 是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华国锋, 姚文元, 吴德, 汪东兴。 诶, 谈话的对象又有不同。 这里面又多了个吴德, 王海文又变成了汪东兴。 那像这样的材料啊, 我个人搜集的至少有十种。 我这里提供另外两种, 民间的材料。 这是一种。 这个材料里面写的也是1976年的1月, 王洪文元, 华国锋, 吴德, 王海荣。 这又变成了王海荣。 还有, 这也是我搜集到的民间史料, 也是写的元月13号。 那谈话的对象呢, 跟我前面搜集到的那个民间史料的谈话对象, 是一样的。 就是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华国锋, 吴德, 王海文。 那这段谈话, 现在的当事人都证明, 其实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传出来了。 我这里提供两个证明, 一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胡绳。 1993年, 胡绳在一次大型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 叫毛泽东医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他对两件大事有他自己的诠释, 这里我不去说明了。 那他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他说在1976年, 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 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 那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 但是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 据说那年6月13号, 毛泽东讲的这段话, 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然后他就引了那段话。 我这里也不再重复。 注意, 胡绳又提供了一个时间, 6月13号, 到现在为止有四个时间了。 1月13号, 6月13号, 6月15号, 和6月25号。 谈话的对象也不一样。 那么, 胡绳是当事人。 胡绳在1976年的时候, 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之一。 我想他在这里讲的社会上传出的一段话, 恐怕是他的经历, 而不是他的听闻。 这是一个材料, 就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就传出了这段话。 另外一个材料呢, 是从贵校毕业的, 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的,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是山东大学一派群众组织的著名的负责人, 叫向关琪。 向关琪在今年7月份的一篇网文上, 这个人后来移居法国了。 现在已经定居在法国了。 他在一篇网文上, 专门就有关于毛泽东的这两件大事的传抄稿, 写了一个回忆性的材料。 他说,毛主席的这个传抄稿, 我是在1976年批凳那段时间得到的。 主席在, 我是拿到了一份钢板刻印的油印稿。 在座的年轻同学可能都不太了解, 什么叫钢板刻印稿。 我们过去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张垃圾, 然后用一个钢笔, 然后把那个垃圾刻透, 再用油墨把它印出来。 那, 当年这个相关旗啊, 是看到了这么一种版本。 那后来呢, 他又跟当时的山东省副委会副主任, 山东大学副委会副主任, 做了一个核对。 两个人核对都记得, 当年是七月份左右他们看到的这个稿文。 这就证明, 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啊, 就已经传了这段话。 那, 当然后来这段话被广为流传, 都是在民间流传。 那, 当然后来就变成了很多传抄稿。 那, 我的分析, 王连一就是拿到了这样的传抄稿以后, 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史料, 引用在了他的著作当中。 那么, 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讲过这段话? 毛泽东什么时候讲过这段话? 我今天想就这个, 谈点我个人的一些考证和看法。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 我的判断是有的。 无论从讲话的语气, 还是从后来我在阅读材料以后, 所梳理的毛泽东的这一段时间的一种心态, 一种心理活动啊。 我个人的一个推论都是有的。 问题是, 如果有的话, 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说的? 因为现在有四个时间。 1月13号, 6月13号, 6月15号和6月25号。 我个人的判断, 不太可能是6月份说的。 现在我来说我的根据。 那, 要判断毛泽东是不是在6月份说的这段话, 得从毛泽东的身体说起。 关于毛泽东晚年的身体情况, 因为现在档案没有公开, 那我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 而当事人的回忆, 我比较看重的是三个人。 一个是毛泽东的基要秘书张玉凤, 一个是毛泽东身边的护理人员, 叫孟景云。 还有一个是毛泽东警卫大队的副大队长, 陈长江。 因为这三个人在毛泽东晚年的时候, 最贴近毛泽东。 那我们先看张玉凤怎么描述毛泽东晚年的身体。 这是毛泽东1975年的时候跟张玉凤在一起的照片。 这个背景啊, 就是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那个会客室的背景。 这已经不是毛泽东在原来的住处。 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叫丰泽园, 丰泽园里面有一处小院落叫菊香书屋, 已经不是那个地方了。 张玉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啊, 公开正式的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是1989年的第一期的《炎黄子孙》, 这就是炎黄春秋的前身。 到目前为止, 我所读到的张玉凤自己亲自写的文章只有这一篇。 坊间所传说的那些访谈文章都不可信。 但这篇文章是张玉凤自己写的, 叫做《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十》。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描述了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 他是这么说的。 说1975年10月下旬, 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 病况日渐加重。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 他讲话困难, 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 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 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 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 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 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 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来揣摩, 获得他点头认可。 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 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 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 两条腿不能走路, 如果没有人的搀扶, 连一步都走不动。 这是讲1975年10月份以后,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 我们从这个回忆可以看出来,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 他不禁走不动, 而且说话也含糊, 甚至连多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玉凤都听不清楚, 都分辨不出来, 只好靠他手写。 这是张玉凤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中描述的毛泽东身体。 我再提供一个他没有公开发表的。 不好意思啊, 大家全且看就完了, 这是没有公开发表的。 在《毛泽东传》里面多次被引用的, 叫张玉凤回忆毛主席最后一段时间的这个情况。 那《毛泽东传》里面多次用魏康稿注明。 我在这里引的就是这个魏康稿。 我引几段。 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说从1970年开始我来主席处工作, 这是主席生病最困难的几年, 特别是后两年, 后两年就是1975和1976年。 主席的病情逐年变化, 吃饭、讲话、行动都很困难。 双目十明近两年, 其实是因为白内障, 无疑不需要人照顾。 主席病重, 卡弹咳不出, 我想办法用手指伸进喉咙掏痰。 吃饭、饮水、服药等, 也都十分困难。 我想方设法一口一口的喂, 打四年之久。 倒推, 就是张玉凤从1973年开始, 就给毛泽东喂饭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印证, 毛泽东从1973年开始, 自己已经不能吃饭了, 必须要靠人喂。 还有一段。 他说75年8月, 白内障手术后, 主席用主席一直眼睛恢复了视力。 不顾医生的劝阻, 又坚持自己月办文件,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 情绪很烦躁, 不愿讲话, 也不见人。 每天都稀谈, 讲话更听不清了。 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 大概他的文章是参照了他这个回忆。 这个回忆是我分析, 我判断是1980或者1981年写的。 那篇文章是1989年发表的。 所以他的那个语言文字都比较接近。 他说每天吃饭和服药都是由我一口一口的胃, 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 到76年四五月时, 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 注意这个时间。 76年四五月间。 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 呛着咳嗽不齿。 也就是这期间, 主席曾多次意味成长地说, 我是供展览的偶像。 我们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来, 76年四月份以后, 毛泽东的食量竟然降低到了 每餐只能吃一两勺饭。 而且常常咳嗽不止。 由于咳嗽啊, 张玉凤还讲了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外界不知道的。 他说一次主席换支气管周围言, 咳嗽得很厉害, 护士吴旭君还给主席试口表, 结果主席一咳嗽, 把体温表吃掉半截, 吞下了水银。 三天后主席从大便中, 把半截体温表才拉出来。 就是毛泽东晚年的身体已经到了这种状况了。 咳嗽不止, 竟然把体温表吃掉半截, 这当然是个大事吧。 可见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的确已经非常不好, 尤其到了76年。 我们再看一个工作人员的回忆。 这个人是孟景云。 孟景云是空正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从1963年开始, 受上级的委派, 每周都到中南海去陪中央领导人跳舞。 那么文革期间呢, 他犯了案子了, 认为他是反对毛主席, 所以被打成反革命。 这个呢, 经历很有戏剧心。 结果他不服。 1975年的时候啊, 他竟然因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决定他留在身边工作。 所以瞬间他从地上一跃升到了天上,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毛泽东临终, 他扶持了毛泽东一年多时间。 那么前些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一个作家访问孟景云的一个记录。 这个书并不是孟景云写的。 这个书有很多问题, 我写过一篇评论文章,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不说了。 但是他有些情况啊, 值得我们注意。 比方他也谈到了毛泽东晚年的身体。 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说, 但到了冒叠之年的毛泽东, 在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同时, 身体却又极不愿意运动。 小梦来到毛泽东身边之时, 因为这个书不是孟景云自己的回忆, 是别人访问他, 别人做了记录写的。 所以他是用第三认证, 他说小梦来到毛泽东身边时, 毛泽东已是个多病的老人, 林彪的出逃对他不能不是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他常常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他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 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了。 他早已不是那个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的毛泽东了。 下面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圈阅文件, 都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就是一个领导人, 他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服药、吃饭、睡觉、 然后看书、听读、圈阅文件。 为什么是听读? 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一般都不看文件了, 就听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 然后根据他的指示, 或者由他圈阅, 或者由他批示, 或者甚至由身边工作人员带他圈阅。 还有一段话, 也是孟景云的回忆, 他说在毛泽东空荡荡的大卧室里, 常常是只有一个人与之为伴。 一天二十四小时, 只有小张、小孟, 小张就是张玉凤, 小孟就是孟景云, 只有小张、小孟两人轮流值班。 他吃饭已经需要有人来喂, 因他得了一种脑神经病, 吞咽很困难, 他的手又抖得很厉害, 常常是筷子都拿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由小张来喂饭, 而且也只有小张才能喂, 别人他都不要, 这是毛泽东的习惯。 不管习惯不习惯。 从孟景云的这段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张玉凤所说的, 完全被印证。 孟景云的回忆, 也是说毛泽东晚年了, 手抖得厉害, 不能吃饭, 必须靠别人为。 那这两个最贴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对毛泽东身体的描述, 在我看来大体是可信的。 从75年, 尤其到了76年, 毛泽东身体又非常差。 那么我们再根据材料来分析。 到现在为止, 官方正式披露的1976年这一年, 毛泽东批阅的文稿, 就是他批示, 他只要写了字的, 都算上。 我统计了一下, 一共15件。 那当然, 毛泽东年普出版以后呢, 披露得要多一点, 一共19件。 那么第一件是1月9号批阅的, 是关于周恩来丧事安排的报告的一个批语。 就两个字, 同意。 最后一件呢, 是1976年6月25号, 他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写了一个纸条, 一共是七个字, 叫国内问题要注意。 那, 所有这些批语加在一起, 一共是19件。 其中只批了两个字的, 有9件。 最短的, 就两个字, 同意, 或者参, 或者照办, 或者可以。 最长的, 跟贵校有关系。 是给贵校的著名的文学史教授刘大杰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这么说的, 宋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裕的意见, 一分为二为一。 李易山无提诗, 现在南下断语, 暂时存疑可饮。 奉负酒机, 深以为歉, 诗词两首, 拜读欣然, 不胜感谢。 毛泽东2月12号。 连标点符号加在一起, 一共86个字。 这是毛泽东1976年首书最长的一件文稿。 可见, 1976年的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 即便是首书, 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 我这里提供几个照片。 这是1975年的照片。 1975年的身体, 当然比1976年还是明显的不同。 相对要好得多。 但是我们已经看出1975年毛泽东写字的时候, 手已经有些抖了。 那么再看1976年的几幅字, 就抖得更厉害了。 比方我提供3月10号, 他在一篇《华国锋递交》的报告上做的提示。 两句话, 江青干涉太多了。 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我们注意看两个字, 如果不联系上下文, 你恐怕根本猜不出。 一个是召集的极字。 很难辨认, 对吧? 还有一个更难辨认, 讲话的讲字。 讲话的讲字, 那个井字的那一竖, 甚至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字了。 如果不联系上下文, 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为什么? 手抖得厉害, 眼睛也不太好。 然后再看4月30号, 他给华国锋写了三个字条。 现在有人怀疑, 我告诉大家这是真的。 我在中央党馆看到过三个字条。 当然还有一个谣言, 说毛泽东还有一句话, 说有事找江青。 那是百分之三百的谣言。 那我们通过毛泽东给华国锋的这三个字, 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 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共高层, 无人能出其用。 苍净潇洒, 可是看晚年他的这个字, 跟他早年, 跟他中年的字完全不一样。 这也证明毛泽东身体啊, 越到76年的年终越长。 而且最后只有一个字条, 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 这是他的批示, 他的字, 我们看了他的文, 再看他的字, 然后再看他的人。 1976年这一年啊, 他的外事活动是公开报道的。 一共有多少个外事活动呢? 一共是六次。 我把六次的照片都演示给大家。 第一次是2月23号, 他见尼克松。 这一次见尼克松的时间最长, 见了100分钟。 第二次呢是4月20号, 那隔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他会见埃及的这个穆巴拉克。 这一次时间多长, 不知道, 没有披露, 没有材料的披露。 我分析, 肯定不如见尼克松的时间长。 第三次, 就是4月30号, 就是给华国锋写那三个字条的那一次, 会见这个,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一共见了30分钟。 这张照片, 注意, 前三张照片, 还有一张是漏了一次, 3月17号会见老欧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峰威汉, 见了35分钟。 注意, 前三次毛泽东的照片都是站立起来的, 我们再看后三次。 从4月30号这次开始, 毛泽东所有的照片都是坐着的, 一次是4月30号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见了30分钟。 而且注意, 毛泽东的头是斜靠在沙发上。 然后5月12号见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毛泽东还是坐着的, 而且头斜的更厉害, 只见了20分钟。 然后5月27号, 5月27号见巴基斯坦的这个背部托, 还是坐着的, 毛泽东的头就靠得更厉害了, 只见了10分钟。 关于最后两次毛泽东见, 毛泽东从5月27号以后再不见外兵, 关于最后一次, 最后两次见外兵, 我提供两个当事人的回忆, 一次是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那孟景云回忆了这一段, 他是这么说的, 说时间到了, 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 走到游泳池接见大厅, 他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 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 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 我这里说明一下, 根据陈长江的回忆, 毛泽东本来是要自己站起来的, 因为李光耀已经进来了, 但是毛泽东无论如何撑不起来, 这个时候啊, 孟景云和张玉凤才两个人赶紧去搀扶毛泽东, 把毛泽东搀起来了, 他俩赶紧退后, 退到屏风后面, 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 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 扑通一下就坐下了,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 瞬间毛泽东就支撑不住了, 一屁股就坐到了上方上, 所以这个小张和小李啊, 顾约儿童的压了一声, 就觉得一下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说接见只有一两分钟, 这个不太准确, 根据官方提供的材料啊, 是接见了十分钟, 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关于会见背部托呢, 大家注意看, 毛泽东就根本没站起来, 不像见李光耀, 大概是怕毛泽东再次出现见李光耀的那种情景, 所以从布托进来一直到他走, 毛泽东始终是坐在沙发上的, 这是被布托跟毛泽东握手的时候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那个苍狼的表情。 那么关于这一段, 我引用两个人的当事人的回忆, 那孟景明也回忆过, 说1976年5月27号, 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接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 只是坐着与布托界会面, 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看出, 他面容憔悴, 表情麻木, 行动不变, 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 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取齿, 插拭。 关于这次会见, 毛泽东的警卫大队副大队长陈昌江也有一段回忆, 他的回忆跟孟景明的非常类似, 他是这么说的, 说1976年5月27号下午, 毛主席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是毛主席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比, 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 毛主席就没有站起来, 只是坐在沙发上, 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 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 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 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会见外宾最短的一词, 此时的毛主席面容憔悴, 脸面麻木缺乏表情, 双目微争,行动不便, 更为明显的是他已缺乏自控能力, 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 护士不得不一次一次地为他擦拭, 这个孟景明的回忆几乎连文字都一样。 那毛泽东当年会见外宾啊, 都必须拍成纪录片, 供全国人民这个观看, 那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这样会见外宾啊, 已经让人能看出来毛主席的身体非常不好, 所以从此以后中央决定毛主席再不会见外宾了, 也就是毛泽东一生接见外宾, 会见外宾的最后的时间是1976年5月27号。 那么这是毛泽东的公务活动, 对外的公务活动, 对内呢, 根据现在披露的材料, 1976年啊, 毛泽东跟中央领导人或者跟工作人员谈话, 其实一共只有8次。 这8次我都列出来了, 第一次是1月份, 第二次也是1月份, 第三、四、五、六次是在4月份, 第7次是在6月份, 第8次是在7月份。 显然, 毛泽东这一年的对内的公务活动主要集中在1月份和4月份, 原因是第一, 1月份大事多, 一个是周恩来去世, 一个就是要, 毛泽东要考虑谁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所以他相对谈话的时间多一些。 4月份也是大事多, 主要是, 主要是出了天安门事件。 但是这8次谈话, 毛泽东所说的非常少, 根据现在所披露的材料啊, 毛泽东越到后来他的谈话呀, 越是这个简短, 有的时候甚至只是词组, 连句子都不成了。 那我这里呢, 提供也是官方公开的材料。 比方说, 4月7号, 这算是毛泽东76年谈话比较长的一次了。 76年的4月7号上午, 毛远新向着汇报天安门事件的情况, 毛泽东说, 开除邓的一切职务, 保留党气, 以观后效。 那毛远新又问他, 由中央做决定, 是不是公开发表。 毛泽东说, 中央政治局做决议登报, 这次一首都, 二天安门, 三稍打, 这三件好, 性质变了。 这就已经不是句子了, 这就已经是词组了, 而且这是最长的一词。 那么另外一次呢, 是4月30号, 就是华国锋陪同马尔登, 啊, 华国锋陪同毛泽东见马尔登以后, 华国锋留下来, 向毛泽东汇报国内的情况。 因为当时国内啊, 像云南、浙江、河南, 都因为批动反击右倾方方运动啊, 武斗很厉害。 所以呢, 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怎么处理。 毛泽东说了几句这样的话, 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 问题不大, 国内的事要注意, 然后再往下说, 华国锋就听不清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张玉凤让毛把他说的这句话, 写在纸条上,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三句话, 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访问办, 你办事, 我放心。 4月7号和4月30号的这两次谈话, 是毛泽东谈的最长的两次。 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国内的公务活动啊, 两次最主要的谈话。 6月份那次谈话, 我们现在知道的, 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 而且写在纸条上。 7月28号这次呢, 是因为要把毛泽东从游泳池的住处搬到另外一个住处, 叫202, 因为这一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毛泽东住在那个游泳池的建筑啊, 当时汪东兴和华国锋他们考虑不安全, 那么202呢是一个比较相对简易的贫乏, 在那儿呢, 大家觉得可能安全一些, 所以向他去报告, 希望毛同意搬到那儿去, 毛同意了。 那跟毛泽东征求他搬家的意见的时候, 华国锋顺便向他汇报了一下, 要去唐山的这个情况, 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去,抓紧去, 去看望灾区的人民。 这是到目前为止, 毛泽东神志还清醒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这个之前呢, 他给华国锋写的那个国内问题要注意的那个纸条呢, 是毛泽东一生当中写的最后的一篇文字。 那, 从这些情况, 我分析, 毛泽东不太可能在6月25号, 甚至也不可能在6月13号, 15号, 跟华国锋他们说那么长的一段话。 我们看到那一段话逻辑连贯, 语气很很顺畅。 这显然不符合当事人回忆的, 也通过公开材料能够证明的, 毛泽东到四五六月份那么不好的身体状况。 所以我的一个考证, 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这段话, 毛泽东说的那段, 人生七十古来新的那段话, 不太可能是6月份说的。 什么时候说的呢? 我的分析很有可能, 如果要说, 毛泽东说过这段话, 很有可能是在周恩来去世, 到他决定, 启用华国锋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之间, 这段时间说的。 就是元月份说这段话的可能性更大。 那毛泽东, 那周恩来去世是元月八号, 毛泽东决定由华国锋来当国务院代总理呢, 是1月21号。 那华国锋说, 他没有听毛泽东谈过这段话。 因此, 那华国锋不在之内。 所以, 我的分析, 我的推断, 就很有可能是在周恩来去世, 到他决定启用华国锋在这个十多天的时间内。 当然这是我的分析。 那么, 到底毛泽东说没说过这段话, 我个人的分析, 我个人的判断是说过。 为什么? 因为非常符合毛泽东, 1976年的时候的心态。 那于鲁信认为, 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段话, 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说, 毛泽东到了1975年, 1976年, 他的心态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仍然是要维护文化大革命, 并且要把文化大革命推行下去的心态。 而毛泽东的那段话, 显然是呈现了一种消极的心态。 对吧? 他说这两件事都没完, 那我都要把它交下去。 那到底怎么个交法呢?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弄交。 搞得不好啊, 就要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 那只有天知道。 那这段话显然, 毛泽东透露出的是一种非常悲观的心态。 那于鲁信认为, 1976年的毛泽东不是这种心态。 那在我看来, 根据现有的材料, 毛泽东晚年正是一种悲观的心态。 这一段话所透露出来的情况啊, 跟毛泽东,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所呈现的毛泽东心态非常吻合。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毛泽东晚年, 尤其到了1976年的时候啊, 他实际上是有一种非常孤独的心理, 非常苍凉的心理。 毛泽东的心理受打击应该是从1976年, 1971年的林彪事件以后开始的。 林彪事件以后啊,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些被他打倒的那些党内军方的元老啊, 重新解放出来, 安排工作。 从1971年, 一直到1973年, 甚至到1975年, 我们看到毛泽东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批示。 我这里呢, 把这些批示, 这些批示很多已经公开了, 我把这些批示也拍成照片, 介绍给大家。 比方说, 对陈云的安排。 陈云是文革前中共中央副主席, 文革当中虽然没有遭到破坏, 但是早已经被边缘化了。 他认为, 应该让陈云回北京, 来治病, 来这个休息。 比方说, 他亲自批信, 要释放罗瑞卿, 我们都知道, 文革爆发前, 有好几个大事件。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叫彭路罗阳事件。 这罗瑞卿就是彭路罗阳事件之一。 毛泽东把他打倒了, 那到了1973年的时候, 他要解放, 他要释放罗瑞卿。 还比方说谭振林, 我们都知道文革1967年, 有一个著名的二月逆流事件, 为首的就是这个谭振林。 还有, 他同意解决杨昌理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文革1968年, 有一个著名的事件, 叫杨虞复事件。 文革当中或者文革前夜, 这些著名的事件的人物啊,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啊, 都要把他们问题解决。 那当然, 还有更多的老干部, 比方说吴冷熙, 苏政华, 贺诚, 李卓然, 何长公, 比方说廖汉生, 许迪欣, 刘建章, 林峰, 范长江, 江一针, 比方说李一芒, 谭正, 郭化若, 叶飞, 更不用说邓小平。 1972年的时候,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那毛泽东很快给汪东兴啊, 做了一个批示, 对邓小平的这封信做了一个批示, 这是毛泽东在邓小平给汪东兴这封信上做的一段批示, 我想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可能都知道。 这段批示是这么说的, 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但因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然后就讲了理由, 我就不念了。 最后一句话说,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 现在再说一遍。 显然, 他早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跟刘少奇的问题不一样, 应该解决邓小平的问题。 所以很快邓小平就在1973年的3月10号, 由中央发出文件, 恢复他的党员权利, 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那我用这些材料说明什么呢? 说明毛泽林彪事件以后啊, 要对军方和党内的元老有一个交代, 他就大力地解决这些老干部, 这些老人, 他们的所谓的历史问题, 然后让他们回北京养病, 休息, 甚至恢复他们的工作。 但是到了1975年的秋天开始, 毛泽东产生了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 他解放出来的这批老干部, 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 实际上是对文革不满, 要翻案。 这是让他没有想到的。 本来邓小平是在他的支持下面主持工作, 然后开始各方面的整顿。 但是到了1975年的10月份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邓小平这个所谓的整顿, 实际上是要纠正文革的错误。 那尽管我们今天客观的评价, 那邓小平的那个纠正也是有限度的纠正, 但是毛不满。 因为毛的晚年有一个情节, 叫文革情景。 胡肖木说过一个评论, 在文革以后, 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 所以他跳不出来, 他在这个现金里面不能自拔。 当他观察和判断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时候, 他不满。 而这一点又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最早是1975年的10月19号这天, 开始对邓表达不满的。 这一天是李先念陪同外宾见毛泽东。 见完外宾以后, 毛泽东把李先念留下来了, 然后又把汪东兴招进来了, 然后就表达了对邓小平的不满。 起因是什么呢? 起因是8月13号和10月13号, 邓小平两次向毛泽东转递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斌冰写的信。 刘斌这封信主要是告状, 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持群的状, 稍待着还告谢敬仪的状, 谢敬仪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毛泽东很不满。 所以他在跟李先念和汪东兴的谈话这个时候说, 他说现在有一股风, 说我批了江青。 因为1975年的5月3号, 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啊, 第一次用了四人帮这个概念, 就严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这些人。 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啊, 后来在高层, 甚至在社会上不敬而走。 那当然, 江青他们就把他做反革命谣言, 那这件事情毛泽东知道了。 所以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有一股风, 说我批了江青, 他说批是批了, 但江青不觉悟。 下面就是批, 批瞪了, 说清华大学刘斌等人来信, 告池群和小谢, 我看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池群和小谢, 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然后后面说, 为什么写信, 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 还要经小平转? 你们告诉小平注意, 不要上当, 不要上那些要打倒, 要告这个池群和小谢这些人的当, 意思是, 小平、天坦、刘斌, 你们六人, 这六人是指着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 谢定宜和池群, 先开会研究处理。 这是毛泽东最早对邓的整顿表达不满的一件事情, 10月19号。 但是很明显, 毛泽东虽然对邓不满, 他这个时候呢, 主要是, 还是要帮助邓, 主要是要他们开会, 你们这六个人开会, 把问题说清楚。 那么邓按照毛的指示, 在10月23号就开了这六个人的会, 就是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定宜、 此询, 包括他本人。 那, 邓小平把这六个人开会的情况呢, 又报告给了毛泽东, 提了两个方案, 就是毛泽东做了这个指示, 那怎么落实呢?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的指示。 但是里面啊, 有两个内容不传达, 一个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不传达, 一个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也不传达。 那其他内容传达以后呢, 在清华大学展开辩论,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呢, 是以刘斌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 放手发动群众, 在全校展开大辩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啊, 同意第二方案, 意思就是不要把他跟李先见和汪东兴谈话的那个指示啊, 做传达, 只是以刘斌的那两封信作为靶子, 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对第一方案里面说不要传达他对邓和江的批评, 这句话下面还批了一个字叫对, 意思就是不要传达他对邓的批评, 当然也包括对江的批评。 接着11月2号, 毛泽东又听毛远新汇报。 在听毛远新汇报的时候啊, 毛泽东做了批评, 他说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二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他主要是指这个刘斌、邓小平这些人。 但是他最后说啊, 他跟毛远新说, 你找小平、东兴、西连谈一下, 把你的意见全讲出来, 开门见山, 不要吞吞吐吐吐, 你要帮助他。 就是让毛远新帮助邓小平。 可见到这个时候啊, 毛泽东对邓不是想要再次整他, 而是想帮助他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那11月3号, 我是一天天拍啊, 11月3号, 毛泽东又听毛远新汇报, 因为那四个人开会了, 就是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和陈希连开会了。 那么毛远新汇报, 这四个人开会的情况, 毛泽东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 他也没有料到。 邓小平啊, 对毛远新的那次谈话, 做了反驳。 所以毛泽东说, 你也没有准备。 说邓呢, 也没有料到。 所以呢, 两个人顶了起来。 毛泽东说, 你有理, 顺着不好, 顶了他, 这就叫帮助。 毛泽东认为, 毛远新去顶他是帮助的。 那么, 毛远新随后说, 他要有一个转弯, 他开始转弯了, 小平同志态度很好。 然后说, 把这个会再扩大一点。 李先念, 季登奎, 华国锋, 张春桥, 八个人参加。 就连同前面那四个人, 八个人参加。 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提了个, 毛泽东说呀, 吵架也不要紧。 毛泽东提了个建议, 说讨论呢, 主要限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做个决议。 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 是阶级斗争。 这个时候, 毛泽东承认, 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 是基本正确, 有所不足。 然后提出了他那个三七开的一个评价框架, 说是三分成绩, 七分错误。 而且他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打倒一切, 一个是全面内战。 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 毛泽东啊, 还是要帮助邓, 而且希望政治局做一个决议, 而且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有错。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 而且承认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是两个错误。 按照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 在11月4号这天晚上, 毛远青继续汇报啊, 这天白天, 他们八个人的帮邓会议的情况。 那毛泽东在这次谈话里面说, 对,不是打倒, 而是改正错误, 要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 毛泽东一直啊, 想继续帮助邓转弯子。 而且毛泽东最后跟毛远青嘱咐, 说整个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 什么也不讲。 因为这八个人没有江青, 因为我们分析可能是毛泽透露给江青以后, 江青又要打作文章。 到这个时候, 毛泽东一直把问题限定在这八个人的范围内。 问题呢, 主要限定在帮助邓认识文化大革命。 而且到了15号, 毛泽东啊, 专门就打招呼问题, 专门写了个批语, 说过去啊, 因为止通河南, 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 所以没有说冲击。 什么意思啊? 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的时候, 河南省委给各县的县委书记打招呼, 就是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 所以很多县委书记要表态, 支持和赞成文化大革命。 所以这些人呢,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时候啊, 都作为亮相干部和解放干部, 没有受到群众的批判, 认为他们态度很好。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毛泽东看来是很多老干部啊, 还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意见, 主要是没有打招呼, 所以毛泽东要求还是要打招呼。 他说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 桃花园中人, 不知有汉, 何弄未尽, 要估计这种情况。 这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 如周荣兴, 周荣兴是1975年教育部的部长。 李昌, 李昌是中科院中共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科院中共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胡, 这个胡是指的胡乔木, 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 刘斌, 刘斌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景泉, 李景泉是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个时候是全国人大常委,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打倒了, 是走资派, 他说要跟这些人还有几十个人要打招。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前面讲的, 都是在林彪事件以后陆续被解放出来, 安排回北京休息, 甚至安排工作的一批党内和军方的元老。 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 没有想到, 他把这些人解放出来了以后, 这些人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么1975年的11月19号,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 他准备辞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我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一般的历史叙述都是这么说的, 从1975年元月开始,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确切地说, 1975年元月份开始, 邓小平主持的是国务院日常工作, 没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王洪文主持的。 7月份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失望, 让他回浙江搞调查。 那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归谁来主持呢? 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让邓小平主持。 所以到7月份以后, 邓小平才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日常工作。 那现在王洪文回到北京了, 到了10月份, 11月份, 王洪文回到北京了。 所以邓小平说呀, 是不是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然由王洪文主持, 他就不主持了。 大家注意毛泽东的批示, 说暂时仍有小平同志主持, 过一会儿再说。 就是尽管毛泽东从10月份开始就对邓不满, 而且要八人会议, 或者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帮助邓, 但毛泽东仍然对邓寄予期望, 仍然让他主持工作。 但问题是邓的有一个态度, 让毛很失望。 就是20号这天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那个, 希望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决议的指示, 结果邓给毛泽东吃了个软钉子, 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是意, 我是桃花源中人, 不知永悍何能为己。 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不工作了, 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所以他不能主持这个工作。 这在邓小平一生当中也很难见, 直接给毛啊, 这个回了个软钉子。 但即便如此, 虽然毛泽东不高兴, 毛泽东仍然还是对邓寄予期望。 我这里用一个材料来印证, 就是我个人搜集的。 这个人是, 这个材料是一个工作笔记, 会议记录。 这个记录者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中科院的党的核心小组第一, 这个副组长李昌。 2009年的时候, 李昌的夫人把她这个工作笔记啊, 这个转送给我, 让我辨认。 因为她这个字迹太乱, 太潦草了。 那我把这个笔记辨认出来了。 这是她的第一页, 一共是12页。 我演示第一页。 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 邓小平, 这个毛泽东要求给周荣心, 李昌, 胡耀邦, 刘斌, 胡乔木这些人打招呼。 所以11月14号, 16号, 17号, 三天, 李昌参加了三次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 李昌呢, 自己做了记录。 这是他记录的第一页。 我们从第一页, 这个, 我把它打出来。 因为这样看, 大家看了清楚。 一开始, 就是毛远欣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下面就是毛远欣的传达。 毛泽东说, 开一开好, 谈一谈好, 这个会不开怎么能行? 当然毛泽东说, 开嘛也是两种可能, 一达到团结, 一达不到, 也没有什么要紧, 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就喜欢胡胡, 就是喜欢胡耀邦后, 胡乔木, 就是喜欢胡胡这些人。 但是毛泽东说, 他有进步, 不要急, 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接着毛泽东说, 先念同志的意见好, 他讲到警权不满意, 警权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李警权, 发牢骚。 还有一段记录, 是邓小平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也是在16号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 也是李昌的记录。 邓小平传达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主席说, 会议扩大五个人, 八年没有工作, 情况不了解。 这是说的邓小平, 八年没工作。 桃花园中人, 只知有汉, 何论未尽, 要帮, 就是要帮助等。 取长补短, 充分交换意见, 容易取得一致。 要给四个同志打招呼, 那四个同志就是周荣欣, 李昌, 胡耀邦和胡乡木。 不打招呼要吃亏, 还有几十个老同志, 就要打招呼。 他说, 毛主席特别取了河南的例子, 给刘建勋和80%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打了招呼, 他们很快站在左派方面, 没有打倒, 所以要帮助他们。 毛泽东接着说, 大家有错误啊, 进行自我批评。 难受, 受了冲击, 有气, 也难怪。 老干部啊, 毛泽东没有想到解放出来的老干部, 对文化大革命有气, 难受, 毛泽东说也难怪。 他们要照顾大局, 不能把气啊, 发到打倒群众身上。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好, 没有打倒, 这是指的河南。 也有人听不进, 中南海的服务员说, 朱老总是黑司令, 我说是红司令。 现在看是红司令, 还是黑司令。 接着说, 小平七八年没有管事, 许多事不知道, 要注意这个情况。 对张春桥说, 不要搞成一派, 要复杂一些。 就是毛泽东在跟邓和张春桥谈话的时候, 一边是批评邓啊, 一边还批评了张春桥, 说你不要搞成一派。 这些情况都说明, 毛泽东到了这个时候啊, 实际上他的心态已经远, 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心态。 他受到了刺激, 这么多解放的老弹部被他亲手解放了, 他没有想到, 居然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认识, 还是有怨气, 还是不服, 还是难受。 那毛泽东应对呢, 他也觉得无力了, 他就只能帮。 你看, 从10月19号一直到10月20号, 甚至再往后, 毛泽东一直采取的是对老同志帮助, 打招呼, 说服。 不再像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初, 凡是跟他的意见有局域, 有冲突的, 他就一定要斗, 已经不是这种心态了。 一直到1月份, 1月份是周恩来已经去世了, 1月20号这天, 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 要辞去他所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务。 毛泽东到这个时候虽然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说, 那就请华国锋带个头, 仍然让小平专管外事。 到这个时候, 毛泽东仍然让邓小平啊, 还在中央高层的这个岗位上, 还是不把他一棍子打死。 说明省的说明毛的心态, 已然不是过去的那种挑战和应战的心态了, 他已经无力来做再一轮的大规模的党内斗争了。 那, 这个张春桥他们的意思。 2月25号, 华国锋就打招呼会议, 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 要开展反击有情犯案封的斗争。 当然, 这个报告里面特别说明啊, 说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 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而且应该画一个界限, 要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 这次会议以前的问题呢, 中央负责。 而且特别表明, 特别强调, 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个地的代理人, 不要算历史旧账。 就华国锋虽然要把它变成一场运动呢, 华国锋还非常注意一个政策界限, 就是不要像文化大革命之初那样, 把它变成一个层层抓走资派的运动。 当然后来这样一个华国锋的设想啊, 江青不赞成, 江青要突破华国锋设定的这个边界。 所以3月10号, 江青在北京就私自召开了一个12省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这次会议是江青不止要层层抓大大小小的邓小平, 层层抓走资派的一个动员会。 那么华国锋把江青的这个讲话记录啊, 报送给了毛泽东。 所以毛泽东才做了那个提示, 说江青干涉太多了, 私自召集12省台会讲话。 这就是毛泽东的批示, 说不应该印发, 就不能把江青的这个讲话印发, 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 单独召集12省讲话。 这里面都, 在我看来都反映出, 毛泽东不想把这样的运动扩大。 一直到4月发生天安门事件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当然决定啊, 撤销邓小平的职务, 当然他仍然保留邓小平的党体。 在4月7号的这天政治局会议上面, 江青声称啊, 可能有人要抓这个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被认定是整个这个事件的总后台。 那汪东清赶紧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做的指示, 说不能冲击, 也不能抓人。 当天下午, 邓小平就从他原来住的地方, 邓小平73年回到北京以后, 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宽街。 那么当天下午, 他从宽街移到东江陵巷的这个八号院, 那个地方是, 原来是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住的地方。 搬到那个地方去了。 从那个地方, 一直到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以后, 八月份以后才回来。 所以后来有人写书, 我顺便说, 有人写书说什么75年, 76年的夏天在这个广东菜市场见到的邓小平, 这都是姚传。 从这些材料看, 毛泽东晚年的心态啊, 已然不是文革之初的那种心态。 那而且对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批语也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不想把这个事态扩大。 比方说, 4月12号, 毛远新给他递交了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是说什么呢? 为了去宣传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因此呢, 要选一批天安门事件当中的诗词、原件, 作为批判的材料, 公之于众。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面做了个批语, 说此件罚乱无章, 禁于划蛇添足, 不以罚表, 没有同意。 还有一个, 哪一天我们不清楚, 就是毛远新给毛写了一个报告, 要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一个报告, 毛泽东不同意, 说此计不妥。 这都说明毛泽东晚年的心态, 实际上是一种退却的心态, 不是一种进攻的心态。 为什么呢? 总体上, 就是在我看来毛泽东晚年的心态, 就是一种非常孤独, 悲观和苍凉的心态。 那么, 我在这里再引用张玉凤的一个回忆, 就是那段没有公开的, 关于毛的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 他是这么说的, 说毛主席在晚年常常泪淫实际, 其正宫列传中一段话,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 一贫一妇乃知交态, 一跪一见交情乃见。 并且给张玉凤亲笔写下了这几句名言。 主席曾把自己笔作工人展览的展品, 也曾亲笔写下这一句话。 七六年去世前不久, 主席常常背诵女性的哭束缚, 情绪是悲凉。 张玉凤, 他是毛泽东最贴近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的观察, 他的经历, 都说毛泽东晚年的情绪是悲凉。 毛泽东读这个诗词啊, 其实他喜欢读的是豪放派词人的词, 而这个枯束缚实际上是带那种苍凉的风格, 类似于婉约派词人的词。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这个语姓的枯束缚, 江燕的恨缚缚缚, 都说明了他的心态的变化。 这个呢, 中年和早年喜欢读豪放派词人的词啊, 这个风格啊, 有很明显的变化。 那这是枯束缚的一个这个杯套。 我们看这个枯束缚里面的词, 格调是非常苍凉的。 戏年众流, 依依汉男, 金看遥落, 七创江潭, 树有如此, 人何以堪。 而毛泽东中年和早年啊, 他是不太喜欢读读, 他比较偏逆于这个豪放派词, 我这里引毛泽东自己的一封信。 他是1957年8月1号, 他给藏客家写的一封信, 他说此有婉约豪放两派, 各有幸会, 应当兼读。 读婉约派久了, 厌倦了, 要改读豪放派。 豪放派读久了, 又厌倦了, 那应该改读婉约派。 我的兴趣是偏于豪放, 不废婉约。 就毛泽东喜欢豪放。 然而晚年啊, 他却喜欢这种格调苍凉的这个词人的词。 关于这一点, 我还想引用孟景云的一段回忆。 孟景云在这段回忆, 他说, 有一天主席于小李, 小李叫李秀玲, 也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护理人员。 但是在这个层级上面呢, 他比孟景云跟毛泽东的接触啊, 要相对少一些。 因为孟景云和张于凤两个人, 是唯一能够进入毛泽东卧室的身边工作人员。 而且是两个人24小时值班。 那李秀玲呢, 大概还不是24小时值班的护理人员。 但是他也服侍毛泽东。 所以有一次呢, 毛泽东跟小李聊天, 顺口念了两句诗。 叫《风云障下棋而在, 谷角灯前老泪多》。 这两句诗啊, 实际上是清代的诗人, 颜遂显得三垂钢的两句。 那么写的是谁呢? 后唐的这个李克用李存旭父子, 扶持那个行将颓势的那个大唐。 但是呢,李克用忠心护主, 虽然整个唐朝已经没落了, 已经呈现颓势了, 但是他忠心护主还要一心扶持大唐。 最后跟这个后梁的朱温作战。 那有一次呢, 在上党的时候啊, 打了一个胜仗, 然后在上党一个三垂钢的地方啊, 炙酒设宴, 庆功落军。 宴席当中, 凌人演奏了百年歌, 格调苍凉, 李克用边听啊, 边流下了老泪。 那后来阎随呢, 把这个事情写成了这个一首诗, 《七律》。 结果晚年的时候, 毛泽东想起了这首诗, 就经常念这个《风云仗下, 齐而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有意思的是, 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1964年年底啊, 曾经让田家英找过这首诗。 这是毛泽东给田家英找这首诗的信。 这封信是这么说的, 《禁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钢战役》。 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永诗诗, 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 请你一查。 那下面呢, 毛泽东记性很好, 把这首诗记出来, 除了个别字不对以外。 那这首诗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粮拔护河》, 朱粮就是朱温, 后粮, 知首南夫唐社稷, 连城游庸进山河, 风云障下, 齐而在, 谷脚登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刚下路, 至今人唱百年歌。 1964年, 毛泽东吟诵这首诗的时候, 他是准备发动蒙歌的。 一天前, 毛泽东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当着刘少奇, 和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人的面, 严厉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本中国共产党张成质问刘邓, 说宪法和张成, 你们都是通过, 通过的举手的, 你们不要自己举手同意的, 自己又不赞成, 说你们一个不许我开会, 一个不许我说话, 剥夺了我的权利。 就是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蒙发了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 那这个情况不是我判断的, 是1970年12月18号, 毛泽东跟斯莫谈话的时候披露, 这个时候他要作战, 他要跟他认为的党内的修正主义, 和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作战。 那么吴旭军回忆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多次说这样的话, 他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 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 这不是为我个人, 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 将来改不改变颜色, 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 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 就付出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 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 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所以1965年开始他就要想一种, 由下而上的揭露党内的阴暗面的方式, 来解决他跟中央一线, 他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分歧。 到1966年他终于找到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年后, 他再跟身边工作人员, 再次迎送, 风云障下, 齐而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的时候, 我分析, 他的心态已经已然不是十二年前了。 他的心情是孤独的, 悲凉的, 甚至是无可奈何。 正因为这样, 我判断, 那段话很有可能是毛泽东说的。 这就是我今天做的, 这个给大家做的报告。 就到这,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这个韩刚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个精彩报告。 那么还有一些时间呢, 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那么首先呢, 这个我是主持人, 有多天多号的条件。 那么这个,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那么一个呢, 是什么呢? 那么听到韩刚教授的那个呢, 我这个很有启发。 第二个呢, 就是我有一些问题。 就是在1976年, 好像是1976年, 一份这个人民日报, 发了毛泽东的两首诗, 一个是叫水雕歌头, 从上井岗山。 还有一个是叫聂牛焦, 《鸟儿问答》。 发了这两首诗。 那么这个呢, 因为我呢, 就是这个年龄关系, 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这个和毛泽东当时呢, 他的心态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您说的, 这个就是要让毛泽东要, 要让邓小平主持决议, 这个对文革做一个三七开的评价。 这个文革呢, 是指66年到69年, 还是指66年到75年? 因为这个我们国内呢, 一般认为文革是十年。 但是呢, 西方很多学者呢, 认为文革实际上面, 到69年文化大根, 这个九大就结束了。 特别是大规模的这种, 就是红卫兵运动, 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了。 那么, 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韩唐老师。 好, 谢谢。 其实, 第一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关于这两首诗啊, 其实学界有很多人, 多次做个考察。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两首诗, 为什么会在1976年的元旦发表, 没有任何来自毛泽东的知言偏语? 当然, 这两首诗发表一定是经过他同意的。 所以我们没法判断。 当然, 既然是毛同意的,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论。 我个人的推论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1975年的10月到1976的年初, 毛泽东总体的一个心态啊, 当然一方面他是感到受刺激, 他甚至有一些, 怎么说呢, 有一些悲观吧。 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那些老干部被他解放以后, 他没有想到, 他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这么多年的文革, 并没有把他们对文革的认识改变过来。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一直想帮。 他还是希望想通过打招呼, 通过党内的会议, 让他们改变他们对文革的看法。 所以你看, 他一直不把这个邓小平, 一棍子把他打下去。 到什么时候开始心情变得悲观? 在我看来, 主要是到了周恩来去世以后。 这个时候, 因为周也不在了。 我顺便说一下, 其实毛对周, 我始终认为是这个, 我用这个五个字叫做信周, 用周不信周。 这个等会再说。 那么所以, 到这个时候, 毛泽东, 而且邓呢, 又多次提出要辞去他所主持工作的责任。 这个时候, 毛泽东显然是更悲观了。 所以为什么我判断, 大概是周恩来去世到毛泽东提议画国锋来主持工作, 这个期间就在这儿。 所以那两首诗的发表, 大概毛还有某种期望在。 这是当时我的推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西方的这样一个两个文革的这样一个界定, 第一个, 毛肯定不知道, 在毛看来就是只有一个文革。 所以1975年的8月20号, 他在武汉跟李先念谈话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说无产阶级文化大国民已经八年, 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 从毛泽东这个表述我们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是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把文化大国民化作 1966年到1969年和1970年到1975年。 我就是刚好有一个, 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后面已经解放了这些人, 那里面你不是提到, 解放了一大批人。 所以呢, 他这个呢, 包括他就是这个解放了这些事情呢,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他究竟要做决议, 要做到底哪儿? 是要做到底75年? 还是要做到底69年? 还是要做到底林彪死了以前? 还是林彪死了以后? 就是这么一个那个。 我就是这样有没有想法。 这个里面有一个矛盾, 就是究竟做决议, 做决议肯定文革, 那到75年以后, 包括这个就是72年以后,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不停地在解放老干部嘛, 嗯, 我们可以继续猜吧, 继续推论吧。 请其他的老师和同学这个提问。 嗯, 韩刚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我问一下, 就是, 因为, 香港中国大陪出的那种中华人民共同国, 我是与八卷, 对毛泽东和华国分等的一次谈话, 当然他们时间上, 因为也没有考证, 才是因为六月份, 但是他提出了一句说, 就是, 毛泽东谈话的对象, 基本上都是些文革, 就是开始掌权的人, 然后, 他们提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是不是说, 从谈话对象来看, 当时毛泽东的话, 还是更加信任那些, 就是文革而起来, 就是他扶持起来那些, 而对老干部基本上是, 就很不信任的态度, 因为谈话中是没有老干部, 业经营的话, 应该也是从别人那里听得来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韩刚老师这个问题, 我们看, 关于谈话的对象, 我其实刚才忘记说了, 嗯, 第一个, 因为华国锋明确地说他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在判断是在毛泽东提议, 华国锋来当国务院代总理之前的事情, 这个, 所以华国锋没有听到, 那么叶剑英呢, 他自己没有说过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他是明确地说他听毛说的, 而且说过不止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说, 叶剑英是听别人说的, 当然, 叶剑英, 我们显然, 我们看到的, 我提供的那团史料可以看出, 叶剑英引述的毛的那段话, 跟我们看到的那段话完全不一样, 我的分析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叶剑英在19, 这是1977年说的, 1977年的时候叶剑英不太可能把, 他介于政治原因, 他不太可能把毛泽东的原话介绍给大家, 因此他做了一个概括, 而且呢, 他把毛泽东对文革, 对文革的前景的那种悲观呢, 变成了一个很正面的肯定, 有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啊,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毛泽东没有跟叶剑英说那样的话, 只是简单的说我就做了两件大事, 就好像毛泽东跟吴旭军, 跟这个张玉凤那样说一样, 他就简单的说我做过两件大事, 所以我的判断, 这段话可能既跟你刚才提到的, 在文革当中的上台者, 上台派说过, 可能也跟文革当中的台上派, 甚至是下台派说过, 两种可能都远了。 我问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就是, 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其实我对这个情况非常像这个, 1976年毛泽东他的一个思想世界, 或者是一个新的历程的东西, 其实在这个最后七五七六年的时候, 其实非常, 当然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毛和邓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博弈, 就是包括邓他当时, 就是他拒绝做这个文革的评价, 然后对文革作为评价等等, 然后就是, 老师, 您能听从一个就是, 进入到他们的角色里面讲, 就是当时两个人的心理世界, 就是因为, 在小评价部出的时候, 他包括显微信, 他是明确说他不会犯案等等, 这些东西, 但为什么在七五年的时候, 他赶紧拥着那么大的压力和空间, 然后就是拒绝做这个决议, 然后后面, 为什么毛泽东又在最后的时候, 也还是给邓保留了一个党籍, 然后没有对他彻底的这样的, 磨灵工程上, 卡通戒的东西, 对, 今天很大程度上, 我们是猜谜, 因为毛泽东内心世界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毛泽东也没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 那么, 邓也如此啊, 我对邓在七五年做过一点梳理, 其实邓在七五年, 他主要不是跟毛博弈, 主要还是跟文革激进派博弈, 当时有三派, 这是我的一个界定啊, 一派就是叫做元老派, 邓为代表, 一派是温和派, 以华国锋为代表, 还有一派就是激进派, 以江为代表, 1975年的这样一个格局里面, 显然毛一开始啊, 是倚重元老派, 为什么? 其实又要分析毛的心态了, 我们看1974年下半年, 毛的心态已然是一种非常疲惫的心态, 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有了一点这个, 甚至有某种厌倦, 你看他为什么这么说八月二十号, 他说文化大革命都搞八年了,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然后他十月六号跟李先生谈话又说, 还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已然就是, 我们甚至有种推断, 说毛泽东有可能, 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的话, 他有可能会慢慢把文革结束, 也未知这个, 也未必不可能, 毛一个特点就是, 他的错误只能他自己纠正, 别人不能干预, 别人一纠正就麻烦了, 所以呢, 1975年他显然把他关注的重点, 放在了邓身上,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5月3号的政治局会, 5月3号这天晚上, 毛泽东一生当中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 支持了邓, 批评了张, 批评了张春强, 四人帮的概念就是这次会上第一次提论, 邓呢, 坦率地说一开始, 邓呢, 实际上是带着一种相对谨慎的心理, 参与高层政治的, 因为邓在1973年之前呢, 只是恢复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 他没有进入决策层, 73年底呢, 他开始进入决策层, 但他还是带有这个文革以后, 付出赤水的这个特点, 慢慢地参与。 他对于文革激进派啊, 并不是剑把务张的, 但是到了75年的时候, 由于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后啊, 邓的心里显然变得乐观了, 我这里有两个没有公开的材料, 第一个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 邓颖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一个发言, 他说呀,75年的时候, 总理就让他带话给邓, 说要这个谨慎, 要注意用年轻人, 文革当中的年轻人, 实际上就是要用造反派, 不要操之过急。 那甚至说过, 周来甚至说过, 你不能再忍一忍吗? 这是邓颖超这个发言, 当然现在没有公开。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看到的一个材料, 就邓在1977年5月份, 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谈话, 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现在看起来75年我过于乐观了。 也就是说, 当毛支持邓以后啊, 邓有一个误判, 他认为这一轮的博弈啊, 毛肯定是会始终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到7月份、8月份、9月份, 他们跟文革激进派的博弈越来越白热化。 但是邓没有想到, 其实毛从72年开始啊, 他是用了一个平衡的策略, 就是用三派, 而不是用两派。 你看, 林彪事件发生之前, 毛在高层的政治运作是两派, 一个是军人集团, 一个是文人秀才集团, 一个笔杆子, 一个枪杆子。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支持了笔杆子, 把枪杆子压下去了, 所以出了一个林彪事件。 从逻辑上说, 我们会觉得林彪事件以后, 他肯定要用笔杆子, 但你注意没有, 恰好事情不是这样。 林彪事件以后, 他开始重新启用元老派, 同时启用温和派, 他就把地方的王洪文、 纪登奎、 华国锋调到了北京。 相反, 原来在林将两个势力博弈过程当中, 占上风的笔杆子, 在林彪事件以后没有继续上升。 其实这是毛开始改变他对中央高层的这个控制的策略了, 他变成三派了。 这样一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75年。 这一点邓没有看到, 为什么呢? 毛对三派要始终保持一个大体平衡。 大概林江两派的这个博弈啊, 让他得到了一个教训, 就是不能一派压过另外一台。 但是这一轮邓的势头太强劲了。 从这个角度说啊, 所以在中共党内, 我认为最了解毛的还真不是邓, 最了解毛的是林和周。 当然, 我还要回答你那个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党内最喜欢的也是两个人, 一个林, 一个邓。 毛泽东始终把邓看作是自己的人。 你看, 前二年的那个批示, 毛泽东怎么说? 说他是毛派的头子。 毛这个人有个特点, 既报恩又既仇。 三十年代中央偷去了这一轮路线斗争的时候, 因为邓站在他的这一派, 这三十来年, 不, 这三四十年他始终不忘记。 当然, 邓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而且邓在很多形式风格上, 跟毛泽相像。 这也是毛喜欢他的原因, 所以他不开心。 当然, 这是我的判断。 当然, 这是我的判断。 那个, 陈老师, 就是那个之前, 像毛泽东的医生啊, 当然, 他写了过一句, 可能败官也是而已, 之所以, 他也会遇到那种, 林苗事件之后, 毛泽东身体很差的时候, 有一次跟周恩来说, 说总理以后的事情还要靠你, 然后, 将心在场, 过来, 把他当成一个, 像是, 交接给周恩来接班的, 这样的感觉。 正好您刚才讲到, 毛和周之间的关系也很複雅, 那我想, 就这个点, 想问一下, 您可以超过, 林苗事件之后, 一直可能连续到, 周恩来试试, 毛泽东对于这个, 周, 包括对于, 是否会让他接班, 或者让他从事工作, 等等这样的问题, 想听一下您的问题。 好, 这可能是逃不掉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了, 我对毛和周的关系, 有五个字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认识, 就是用周不信周, 就是毛泽东会使用周, 会安排周, 但他永远不会相信周, 永远不会信赖周, 他们两个的关系,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从三零年代开始, 毛对周就有看法, 甚至从二零年代后期开始, 毛就对周有看法。 当然尤其到了三零年代中后期以后, 毛的看法更加强烈了。 在毛看来, 周始终是三次左倾路线的人, 或者甚至还包括, 抗战初期那个右倾路线的人。 尤其是抗战那次右倾路线, 毛的这个记忆非常深刻。 所以他不会把周看作是他这边的人, 他不会把周看成像邓那样是毛派的人, 他是不会的。 但是我也有一个判断, 我有一个认识, 就是毛泽东永远不会打倒周恩来。 现在有很多人说, 毛早晚要收拾周, 而且高温前的书也说了, 毛在周恩来去世以后还放鞭炮, 然后庆幸周走在了他前面。 我不太相信这种判断, 毛永远不会打倒周, 为什么? 因为毛知道他永远离不开周。 1957年去苏联访问, 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有一次晚会,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人聊天, 赫鲁晓夫就指着米高扬, 我们都知道米高扬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相当于我们的政治局委员, 说米高扬这个人呐, 软巴巴巴的, 拿不起事。 你猜毛泽东怎么说? 他说我们的恩来也是这样的。 然后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 他说他缺乏这个, 打刀阔斧。 但是毛泽东接着说, 但是搞外交搞国际, 他说我可搞不来, 只有恩来能搞。 我想用这段话说明什么呢? 其实整个国家权力的正常的运转, 毛泽东是不会管的, 这些事情只有举轻弱重的周恩来能管, 而且只有周恩来能管得好。 毛泽东一旦离开他, 举目似妄当时的高层, 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周恩, 所以他永远不会打到周恩来, 这就是我的看法。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是毛的看法。 当我在一本图上看到, 周恩来当时在李彪那个座里头, 他就有这个名字, 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不要走, 你们不知道, 接下来就是我了。 就是说, 可能毛心一边, 他自己是有把握的, 他说我,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因为我用你, 但是他给周恩来感觉可能就是说, 搞不好, 你把戒在我头上了, 这也是毛的一种, 我先澄清一个细节, 周恩来没有说过, 下一步就是我了。 他是这样的, 913事件,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一个星期, 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 周恩来请大家吃饭, 政治局有几个人参加, 其中有季登奎、李先念, 吃完饭以后呢, 季登奎把周恩来送回人民大会堂, 自己住的那个房间的时候, 他就发现周恩来不理他, 周恩来披了个大衣, 就独自坐在这个椅子上, 而且背对着季登奎, 那季登奎就听到一种抽气声, 慢慢这种抽气声就变成哭声, 而且慢慢变成嚎啕大哭, 当然季登奎吓坏了, 他又不知道说什么, 他就劝了一句, 说总理啊, 还是好事嘛, 自我爆炸了, 这个时候周恩来说了一句, 他说你们不懂, 事情没有完, 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季登奎的时候, 季登奎的咨识, 这也是周恩来大哭唯一的一个文献词料, 文本资料, 记录下来的文本资料, 所以他没有说, 下一步就是我了, 我估计周恩来也不会这么说, 他对季登奎局还不敢这么说, 当然这叫分析周恩来为什么, 周恩来的侄女说, 周恩来哭打, 因为你看林彪这样一个党内的接班人, 自我爆炸, 多丢脸啊, 在全世界面前怎么交代他, 所以他哭打了, 季登奎怎么解读呢, 季登奎也怎么解读, 他也不知道周恩来哭什么, 季登奎的解读我觉得比较合理, 他说他哭自己, 周恩来哭自己, 为什么呢, 季登奎分析, 因为他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三个人, 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五个人, 排名是这么排的, 毛、林、周、陈、康。 陈不达在九届中全会以后, 已经被打倒了, 关起来了, 林彪这个时候摔死了, 那么下一步谁来主持日常工作呢, 周恩来很清楚, 非周末世, 但是周恩来这辈子最不愿意做的, 是第二把手, 所以周恩来就哭自己了, 因为第二把手是没有好下场, 当然这是季登奎的分析, 火呢, 由此分析, 可能还哭零, 因为实际上周林关系非常好, 他们不仅是师生关系, 而且在很多, 自从文革以来, 在很多问题上, 两个人的看法和主张, 常常是惊人的一致, 原来林彪在, 对江, 甚至对毛, 还有一个制约的力量, 现在林这一处塌了, 周教孤军作战, 所以他伤心了, 他今后怎么办, 这可能是周恩来哭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这也是我猜的。 好,时间关系, 我这想的话, 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 再请韩刚教授来做讲座, 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 我们这个热烈, 这个就算, 很有趣。 大家有点麻烦。 很多人的看法, 大家有点赞, 你已经有点赞, 我从来问到文明后, 但是我们留意到商来看。 那家一些项目和主张对象, 从把它撑起来看。 你能把他撑起来看。 那家书交叉, 那家书交叉, 我会当这家书交叉。 哎呀, 这个千万别的啦, 别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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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近的艺术形态, 高高级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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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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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知道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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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